先拉开看看这次外线的三分球还是短 听到队这边开场多次投三分不中 摩尔这边自己突进来 去做掩护是能够完成的 但是要知道牛角这个战术 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牛鼻子上的这个人的位置 陈英俊呢 他确实拿球还是太粘球了 看就是这个样子 他太粘球了 最后粘完球之后 球传不出来自己来中距离投篮 此次的使用 我相信广州队的球迷 应该对郭尔导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也会有一定的想法 好球陈英俊这边是命中一级三分 哈斯呢 打牛角了 开始打牛角 但是打牛角的话 这个问题就是陈英俊 好球能命中 那就厉害 陈英俊再次利用掩护 在中距离 排中 那今天陈英俊厉害 陈英俊厉害 陈英俊厉用正准的掩护之后 再把球给了哈斯 哈斯再往里面打后 这球打成了找周明镇 周明镇这下第一时间犹豫了 最后失刻 进攻时间 这球最后还是造成了打二分 这次罚来命中之后是12分 四个篮板 但是在场上的这种灵活程度 还是非常出色的 第二阶比赛最后一分中 看看周明镇这次三分怎么样 漂亮命中了 一个好的选择 三分球再中 两阀全中 一讽二进攻端 一打二 广州队这边现在 内线也没有办法限制住 叶翰逊 看斯贝茨又投三分 又中 斯贝茨厉害 斯贝茨上来掩护 郭凯中距离 中了好球 阿斯给陈俊的掩护 又是死球 看周明镇这次 五人防守三分球 命中好球 看张成宇 中距离短了 来 郭凯这边 真高优势上篮 命中 注意进攻时间 陈俊这边 利用郭凯的掩护 自己来投一季三分 好球 陈俊确实 陈俊 中距离再中 好球 又打了 郭凯这球 小打大自己来拖 打到了面部 郭凯这场比赛 是及时吸取了 上一场比赛的教训 第四节比赛的节奏 控制的很好 而且是保障了 有份的连续性 还有每回合的成功率 不看又是长两分 而他和大白元 大卡里约 郭凯逊的这样的一个 时间的分配 吴行荣知道 现在似乎还是没有 完全的去